NCT的成员泰荣近日发行了第二张迷你专辑 并积极跑宣传行程 近日他登上洪熙天主持的网路节目 洪熙天的宝石盒 与主持人们的有趣互动引发爆笑 洪熙天在节目中透露 泰荣是自己堂姐儿子的堂兄弟 两人直到泰荣出道后才初次见面 更大赞泰荣的高颜值 足以撼动KPOP界 进入节目的经典环节 用人体测量身高体重时 洪熙天直接公主抱泰荣 让泰荣开心直呼喜欢 逗趣的场面引发爆笑 期间洪熙天询问泰荣 休息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泰荣表示最近爱上了Whiskey 平常都一个人在家喝酒 接着邀请两位主持人到他家里一起喝 洪熙天听到这句话 勒克露出惊喜的表情 接着突然摇头惊呼 本来都已经心动了 才猛然想起我们是亲戚 似乎要将脑海中不该有的想法赶出去 让在场众人全都笑翻